炒河蝦 以前在武漢經常吃這種小河蝦 我不管是油炸還是炒 我都把它的表皮炒香了 炒焦了 連皮都吃下去 補蓋 今天我準備炒著吃 看我是怎樣把蝦皮炒焦了炒香的 把蝦子洗乾淨之後 把頭給掐掉 因為頭部的胃和蝦的塞 都是很髒的 蝦洗不乾淨 自己在家裡吃還是丟掉為好 掐完之後 我們要多洗兩邊 剝幾個蒜瓣 不要切碎 切點蔥花 蔥薑蒜 佐料就準備好了 好 下面我們開炒 鍋裡先給點油 然後把蝦倒進去翻炒 炒的過程它會出水 我們把水分炒乾 加一點料酒去去腥 加一點料酒去去腥 好 水分炒乾 好 水分炒乾以後 我們現在把薑放進去 面可以把蝦子盛出來 單獨的炒薑蒜 然後再合起來 我這裡就一鍋倒進了 好嗎 好嗎 好吃 好嗎 不然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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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的差不多了,我們再把蒜放進去 因為蒜放走了,它容易粘鍋 實際上,我是一邊炒,一邊煎的 這樣,才能使蝦子變得焦香 好,我們開始調味 我們先放一點鹽 同時,我們轉為小火 很危險 把酒放進去 把牛肉放進去 然後,就這樣跟火、黃色粉 就好了,我們先煎點 再加一點生抽 然後再快炒 這個時候一定是小火 大火就浮了 當炒的表面感覺焦香後 我們嘗嘗一個試試 可以了表面已經焦香了 我們再往裡面少加一點胡椒粉 炒均勻後馬上就可以起鍋了 好了 已經聞著非常的焦香了 起鍋了 粒粒乾香啊 再撒一點小蔥花 這個菜就做好了 好 我們總結一下 如果是你有時間 我還是建議先醃 然後油炸 這樣簡單一點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就這樣子炒 這樣子香一些 好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觀看 下個視頻 我們再見 8他說 8 10